一颗镶嵌在戈壁绿洲上 熠熠生灰的宝石 带着西部惊人的美丽和神奇 带着西部执着的向往和召唤 闯入我的视野 震慑我的心魄 北湖 一个跨世纪的动人的传说 传说中 王母娘娘的侍女在送西连水的途中 因走的匆忙 一不小心水溅了出来 于是在这亘古沉寂的荒原上留下了52个泉眼 此后便有了均肯战士们艰难跋涉的足迹 便有了西部荒原上深深不息的声音赞歌 爸爸说 他是坐着马车来到这里的 他跟着爷爷和一群穿军装的叔叔 走了很远很远的路 一路上 他看见那些在亿万年的沉寂 亿万年的痛苦中碎裂的戈壁时 瞪着期盼的眼睛在聆听 聆听生命的脚步声 一层从骆驼刺 一层从骆驼刺 疏了 溺了 落露了覆盖了无寄无牙的黄昏 与草粮 在极度的浇壳中 爸爸看见了一汪清水 那般甘烈 那般清甜 洗去了所有的旅途劳顿 滋润了干涸疲惫的心田 水 水啊 好甜 好清的水啊 一阵欣喜若狂的喊声 将爸爸从睡梦中惊醒 一个叔叔把他从马车上抱下来 于是他跟着他们跑过去 捧起咕咕流淌的泉水 喝了一口又一口 直到再也喝不下去了为止 从那时起 爷爷爸爸还有那些叔叔 就在这里安了家 他们挥仙 抡稿 筑起大坝 建起了均垦水库 从此 这里有了飘扬的五星红旗 有了男人的呐喊 有了女人的穴道 有了孩子的笑闹 这五十二个泉眼 滋养了几十万肯荒大君 和他们的后代 滋养了美丽的绿洲新娘 十盒子 当又一轮浑圆的路日 吻上他那美丽的面庞时 人们发现 昔日消瘦憔悴的新娘 变得风鱼 红润了 显得愈发楚楚动人 显得越来越多的目光 投向了这里 中国西部 遥远的丝绸之路上 一颗耀眼的明珠 五十二的泉眼 流淌出的深情 洗去了拓荒岁月 黄昏的疲惫 滋养了一代又一代君肯人 而君肯人高瞻的眼光 博大的胸怀 无私的奉献精神 也丰富了你 感动了你 北湖 曾经 听过这样一个故事 一位老君肯 独自一人在管水点住了十几年 临终之时 他给组织上提出的唯一要求 只是能够葬在他工作过的土地上 北湖 君肯人对你倾注了太多的心血 太多的深情 如生命和青春守护着你 因此你才有了一切千里的豪气 有了如青葱静蜜的草原般 温柔的 涟漪 那碧波浩渺的湖面 迎风摇曳的垂柳 以及九曲十八弯的长廊 在黄昏马脑般的雾里 竟使人 恍若身处 江南水乡 阳柳身处 杏花发 日暖树生 出这孤 同样的塞外 同样的秋风 只是人间已患 情景久意 夕阳下 鸟鸟吹烟 替代了古一道上的黄土烟尘 几个孩子 乘坐着一弯新月般的小舟 在母亲的呼唤声中 悠悠归来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